打屁股的同时宣誓了与祖林立下誓约 这是纪录片导演Uki将片名取名为 《巴拉罐的誓约》的意义 记录着卡达蒂布部落男孩在巴拉罐的养成 7号这天回到卡达蒂布部落放映 参与的族人纷纷从影片中寻找自己的身影 谈起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过程 导演分享最大的挑战 就是巴拉罐禁止女性进入 所以很多场景必须靠部落族人协助拍摄 很困难的地方就是因为我拍摄的时候 是以巴拉罐的男生为主 可是他们很多活动的场域 或说很多祭典执行或是空间我不能参与 就是因为我是女生 我可能今天他们突然间在巴拉罐里面要开会 或是被骂 我就是要趕快请罚官的弟弟们抱 拿攝影机去拍一下 可是还好他们都很愿意帮忙 徐超斌的孩子取名为姑娘 来自书来的名字 记录着徐超斌医生 及土版部落族人秋秀美故事的 寻找小村医生 从医师跟布林奥两个身份 看部落的景况 8号来到土版部落播映 邀请了片中主角跟部落族人一同观看 导演谈到以非原住民身份进到部落拍摄纪录片时 因为文化惯惜的不同 在拍摄过程中也学习很多 所以一开始好像大家会提醒我说 有一些说话是不礼貌的之类的 所以反而是一开始我没有发现 然后是到很快的我就知道说 是要比较谨慎的 我还是觉得这边的主力 就是应该是对我蛮好的 就是我可能来这边过夜 来过夜的第一个晚上我都会做梦 然后我就会梦到很多人来房子里面 要吃饭 然后我要准备东西给他们吃 可是我又觉得我不是主人这样子 所以就是一直是那个感觉 大概出现了一两次 两次我梦到这样的梦 当佳玲要找我的时候 佳玲会视线跟我讲说他要来找我 当我知道佳玲要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去祖林 我去报备一下 看他一拍的时候就犯病 比较心理的压力比较轻松一点 我看完这个纪录片 我非常游穿的感动 因为我身为他儿子 产典记住都在桃园工作 为了生活 那我看到这个纪录片 才知道家乡 尤其是我妈妈 还有我阿嬷他们 在家乡的生活点滴过程 让我了解到很多 两位女性纪录片导演 以细腻的手法记录部落 将部落里正在进行的故事 呈现在影片当中 也在拍摄过程中 得到部落满满的回馈 他们也希望更多部落的孩子们 能够传承部落文化 也能够用心看见部落的需要 2017部落内容院 记者ZMZM台东市台东达人采访报道